Hello 大家好 最近天氣轉 都看到有很多客人因為天氣轉而敏感 今天就想很快地講一講 其實敏感的時候有什麼產品可以急救皮膚 讓它快一點可以舒緩 通常我見有很多客人他們上來店 或者是很多時候會問 我敏感啊 是不是真的需要很多皮膚去急救 或者是我是不是很需要做面膜 或者是不是要買很多東西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其實我自己覺得最重要是用得簡單的 每一個步驟都 譬如好像用洗臉 這個步驟 Toner 精華和面霜這些基本的步驟 其實每一個產品都應該要是簡單為主 譬如說精華是比較active 有維他命C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敏感的時候就不可以用的了 簡單的意思是譬如可能在精華上面 盡量可以補水 我想很多人都會知道是透明質酸 至於臉霜那裡是可以選一些 含有海藻精華 或者是一些真的很簡單可以舒緩到皮膚 譬如蘆薈那些 但我想如果follow開我的朋友都知道 蘆薈我自己暫時都覺得它是一些水狀 會比較容易找到真的很敏感的時候 用了都不會有刺激的 譬如在街上其實我們都會有很多選擇的 蘆薈產品選擇 譬如好像一些gel 或者是一些cream 其實很容易找到很多 但是你要找到一隻 是真的在發炎敏感的時候 用了都不會嚴重了這個敏感 甚至乎可以 calm down皮膚的話 其實真的很少很少 譬如好像我經常都所說的一個蘆薈水 其實我想follow開我的人都已經見過 或者可能你都已經試過 它的回頭率都高的 因為真的在很敏感的時候 你可以當它面膜濕敷 或者洗完面之後馬上噴 如果你越噴得多 其實你都看到它的效果 是會馬上降紅的速度真的快的 對了 蘆薈 如果你真的想用一些gel狀 例如在夏天比較容易曬傷的時候 你想立即舒緩到一個啫喱狀的話 我建議大家可以試一下一個 叫做Dr. Organic的蘆薈 gel 其實我很久之前也有介紹過 NOW那種牌子的蘆薈 gel 也有很多人問我有沒有買 我其實沒得買 但是你可以在iHerb買到那個啫喱 但是Dr. Organic這一個 我自己就在西武那裡見到 還有也有自己試過 是覺得比起NOW那種 蘆薈 gel 好像會更加快舒緩到那個敏感 或者是紅腫的情況 我都會將它的一些 資訊寫到那個info box裡 說回那個蘆薈水 像剛才這樣說 洗完臉之後 用噴多一點 儘量有時間 但是呢 如果敏感肌的皮膚 就儘量不要拍 因為拍會令到那個血液 會令到那個血液太腸環 尤其是可能暗瘡那些皮膚 在發炎的時候 就儘量不要用拍這個動作去刺激它 同樣地敏感皮膚都不需要拍它的 噴完之後呢 只是需要敷一暗的臉 去等它快點吸收 那就已經可以了 好了 到之後的步驟就是補碎精華 這個就是Psyche的透明質酸精華 其實它這個品牌是可以 其實應該說是專門 一些做軟Laser Treatment的皮膚 真的很受傷的時候用的 所以在敏感的時候用就更加OK了 其實我有客人 就算不是敏感的 都是會繼續用它 所以就不一定說真的敏感 但是呢 如果你是有些Post Treatment 或者真的敏感的時候 什麼都塗不到 其實這一隻就很好的 如果是敏感的時候 如果你是乾性皮膚 它是可以吸到大約三泵左右 你塗完每一個Layer之後 你會發覺皮膚是會水溶和脹起身的 所以就 你是真的自己可以感覺到 皮膚本身是好像注滿水一樣 那我自己呢 都會是 會留意我那個用法 因為我發覺那個用法 都有一點影響到效果的 嗯 如果你可以呢 將每一層的Layer用完之後 等它吸收了 先再塗下一層 直到你覺得你的皮膚是真的充滿了彈性 即是保水的程度已經夠了 那就可以 可以 move on去 next step 但是呢 我就建議不會一次過泵太大泵 全面這樣塗完 再等它吸收的話 其實就難很多 效果也會不會那麼好的 那另外一樣呢 講回保水精華先 那其實呢 我就還有一個牌子 想跟大家review的 就是Skin Suicose的 這個Hydrating B5 Gel 這個呢 其實是朋友給我試的 因為它呢 自己就 自然的牌子也很敏感 那它呢 就覺得用了它之後 都stable回它的皮膚很多 那它 我自己用了呢 就 其實不差的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眼睛是用完之後呢 那個皮膚呢 眼睛是會覺得 在底層上好像很 痕的 就是有一點點 刺刺的 很痕的感覺 那 Counter姐姐呢 就說說 因為 皮膚太乾的時候 都可能會有這種感覺 那其實呢 可能就未必是一個 不好的東西來的 只不過是它真的 你的細胞 皮膚細胞在運作中 正如其實 有些天然的東西都會這樣的 那這一隻呢 我就 但是我就不太喜歡那種 有些癢 有些急的感覺 那所以呢 我自己 如果真的很敏感的時候呢 我也是用這個 CYK的精華 那如果呢 你的皮膚呢 感覺到它真的有一塊一塊 很乾的一些皮 或者是 濕疹那些 很多時候會 起了一塊 然後那一塊呢 除了紅之外 你按下去 就好像是乾的 就是硬了一塊 那些 那你就可以試一下 用這隻 Tru Organic of Sweden 的 All You Need Is Me 這隻Balm 那呢 其實之前呢 我也一直找了很多隻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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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膏狀 那些 就是類似豬油膏的東西 因為 其實濕疹那塊 其實就不是我們的 補水精華 或者可能普通的臉箱 可以搞定的 因為那些 真的硬了的那些 皮 那一塊呢 是真的要一些很 intense的滋液才可以的 我發現這一隻呢 就跟我之前試過的一些 豬油膏呢 就很不同 因為以前那些豬油膏呢 我試過很多牌子 就算是說 十層的那些都試過 那很多時候 塗了上去之後呢 你總是會覺得 它在表面上 而且好像不是那麼吸收 那所以之前呢 我就會叫客人呢 會用了一些 補水精華 去軟化了那塊 那塊 皮先 然後再塗 可能那些 類似那些豬油膏 或者油的東西 那就感覺是會 就是會比較吸收一點 那但是發覺這一個呢 我試過在一塊 很硬的皮上面 那立刻呢 會覺得那個 硬的皮呢 軟熟了 就是那個感覺呢 我覺得是 嗯 譬如塗油呢 有時候都未必可以的 但是就 這一塊 這個膏呢 它都很快 去做到那個效果 而且呢 它這個膏呢 就 100% Natural 95% Organic 的 其實它的成分呢 就很簡單的 有這個Castor Oil 有Shea Butter Vitamin E Blueberry Seed Oil 其實真的 很少的一些成分 但是可能是它的 formula 將所有的 混合在一起之後呢 它真的可以很快地吸收到它的硬的皮 那裡的 那所以如果你是有濕疹 或者是偶爾不知道 為什麼呢 會有一塊硬的東西 很Dry 其實我的頸後邊呢 常常有一塊東西 那這個我塗了一段之後 其實不是一段 我只是說幾天的時間 它已經軟化了很多 那所以呢 這個呢 真的很建議大家試的 如果你有濕疹 或者有這些情況的話 好 接著呢 我就想 去說這個 Viturizer 一路其實這麼多年 應該敏感的情況 發生的時候 我都趁著敏感的話 就用不同 就是 一些可以說 減少你的皮膚的產品 我都會試的 那我發覺呢 效果在我皮膚上 最好呢 都仍在 Sea Botanics 這個面霜 那它其實呢 有很多的海洋成分在裡面 還有呢 它的質感 就不會說很厚 那所以呢 就適合我這些 容易生暗粒 但是又很乾的皮膚 在敏感的時候用 就非常之好 那有客人呢 其實都已經是 用了幾支的了 那我一般呢 就建議其實反而是 敏感的時候用 是非常之好 那但是呢 去到你已經 減少了皮膚 那時候呢 其實我自己呢 就喜歡用回 Active少少少的 一些可能有收穫成分 有Vitamin A 去收穫日光 所導致的一些 UV 傷害 的成分 那所以呢 這個呢 不過我一定會 開門口 因為它在我敏感的時候 我一定要炒它出來用的 我發覺呢 拍拍下面呢 這個 因為現在都差不多 其實5點多 但是已經沒有太陽光 希望出來的段片 就不會太暗了 那 之後呢 就想介紹給大家用的呢 就是 Hinnonia的這個 Healing Cream 那這個 Healing and Restoring Cream 其實就 它本身是寫 For Body的 那美國邊呢 也是說它可以 在你敏感的時候 擦臉的 那我記得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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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呢 那我在美國呢 有一次呢 就真的全身大爆發 這個敏感啦 然後臉就有濕疹啦 那一次呢 整塊臉呢 好像一個沙漠一樣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擦蜜呢 都是會 乾的 擦蜜呢 你都會覺得 它的皮 還是硬的 我那次是很嚴重的 整個臉 頸 頸真的很嚴重 那次是好像一個 你摸下去是鞋的 還有紅黑色的 這樣 那臉呢 就沒有那麼嚴重 沒有黑 沒有紅 但是那個問題 它都是好像整個沙漠一樣 你給什麼 它都是不吸的 它會只是留了一層你塗的東西在這裡 但是你感覺到它是沒有保濕度 這樣 就是可能好一點 一定會好一點 但是都是混 你的皮膚根本就是混作不到 那一次呢 我就是塗了Hilunia的這個healing cream 這個healing cream 我塗了三天 然後馬上可以變成磨殼雞蛋 我也覺得有點太誇張了 我這樣形容 但是我想 看開我的影片 就知道我不會那麼誇張去營造那些東西 但是那一次呢 實質上真的 三天之後呢 就變回磨殼雞蛋 我是沒有事了 然後那一次之後就 但是呢 這個cream 我也想說回 其實一直呢 我都是留意 客人呢 用這些不同的產品的效果 那是Hilunia Healing Cream 這個呢 也不是真的百分百 每一個人都可以 因為要看情況的 我發覺呢 要是一些可能 就是 本身你皮膚是 敏感都分開很多種的 就是皮膚的問題 那有人塗了呢 也有敏感的情況 就是過敏的情況 可能會 過敏了那個case 或者是 但是有些塗了好呢 就真的很好 是沒有了它不行 所以呢 我就建議你用任何產品之後 之前呢 都應該要試一試 其實呢 我就 嗯 我覺得試頸是試不到些什麼的 就是它一個最初步的 試的一個位置 去到臉的時候呢 其實你也是要找一個 area的皮膚去試 這樣才確保到你的臉沒有敏感 那就好過你全面塗完去試的 因為有時候就 因為真的很難說了 我覺得Hilunia這個healing cream 它是用一些 本身你的底是乾到爆的 是用OK 但是有些呢 如果你是不是乾的 它是會好像有 會是水亂 水當當的 有這種皮膚就是敏感 但是水當當 就是有的 那麼 我發覺那類型的皮膚 用了之後呢 是差了的 還要是很快這樣 是馬上會發敏感 我發覺都是 就是看下去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我看到客人 我就大概可以分得出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想知道的話 都可以約一約 我在門市的時候 可以幫大家看一看 因為這個也是 我看見客人 咦 有時分享回 這一樣東西 我才大約知道 好了 剛剛 其實已經說了 所有面霜的產品了 我發覺我現在 好像越來越暗 我要走回前一點 對 好了 到說一些油 其實呢 那些 化妝油 對一些 有濕疹的皮膚也很好 敏感也很好 不過 差了你是 用什麼油 和怎樣用的 或者份量 和你怎樣 把油放進去 面上 都是有 一些技巧的 不過你如果要選擇一個 適合自己的油 是除了選擇油的性質之外 譬如是 Rose Up Oil 或者是 很多Avocado Oil Hohoba Oil 其實所有油都是好的 都是可以滋潤皮膚 這個油 是必然的了 但是呢 我們因為在香港這些天氣 如果你不想說 因為其實敏感也會有 很敏感 但是敏感也會生粒粒 暗粒暗瘡 那些 就會難搞一點 那你就要找一種油 是 薄身一點 好像serum狀的東西 那我自己推介 其實一直都沒有什麼 變 其實是Lunia的Facial Oil 和這個100% Pure的 這個Super Fruit的 這個serum 它是serum 但是其實是油 那其實我自己就在探索 更多的油 因為 油其實就 除了滋用之外 還有很多功效 這個 遲些再說 但是呢 如果你說在敏感的時候 有什麼油可以用呢 我就建議可以用 Hilunia的 這個Calming Face Oil 或者剛才說的 100% Pure的那個 油 至於在用法方面 如果你的皮膚 是較為容易出暗粒 或者是 暗瘡的話 那敏感的時候 你可以把你的 一滴 這些油 再加進去 你自己本身用的 面霜 其實混合後 你會再塗在面上 那個效果就會好很多 這個也是另外的同事 跟我說的 因為他本身是美容師 其實他有很多 應用的東西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到 他就說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可能那個手 或者我們自己塗油的時候 是不知道的 但是很多時候是塗到一塊一塊的 其實這個很重要 因為油 有時候如果有 用二三 暗粒的時候 的皮膚 怎樣塗法很重要 比如好像油 滴了一滴之後 你再搓開那隻手 再印 第一下印在哪裏 其實都很重要 如果你印正 只不過你隨便想著 整個臉這樣按 其實就 這個可以改善一下 因為如果你暗 應該呢 其實這個做法 是你滴完之後 推開了 其實有時候 你可以不用推手掌 只能推在手掌 手指那幾個位置 然後呢 第一下呢 你先按在一些 沒有那麼容易生暗粒的地方 譬如我呢 就額頭啦 或者是 拳骨 對上的眼 後邊 就是容易生 魚尾紋的那些位置 我自己永遠都不會有暗瘡的 那我就會先按那些 然後把剩下的油 再按在其他地方 甚至乎如果你真的 暗瘡 你覺得不喜歡有油的話 那你就不要按那些 所以這個呢 就是 小小的 trick 大家可以試一下 那至於滴油呢 加上臉箱那裡 功效呢 就是你可以 將所有的油 很均勻地塗在臉上 那就不需要說 一得一得 令到有些地方特別油的 那油那裡呢 大致上先說到這裡 因為它還有很多不同的油呢 我自己都會再說一說 不同油有什麼功效 或者它的質地 應該是適合什麼皮膚用的 那你現在呢 想 繞一繞 剛剛先說回 我們洗臉呢 其實是可以用什麼呢 敏感肌的時候 那呢 通常呢 如果敏感肌 就會很癢 很乾 很不舒服 那你如果再用一些 比較刺激的洗臉產品呢 就會更加患了那個情況 那其實剛剛呢 我都拍了一段影片呢 就說溫和洗臉產品 那大家也可以 如果有時間呢 有興趣 你可以看回上一段影片 那如果 現在真的在敏感了 那我用什麼呢 我自己會建議用 Hilunia的這個 Hiluronic Cleansing Cream 它這個呢 就是沒有什麼皮膚的 基本上 那但是呢 我都建議可能 你洗臉的時候 擠在手道之後呢 加一點水再 再起皮膚 雖然 雖然它是沒有皮膚 但是呢 程序呢 你都好像當它有保鮮 那它呢 其實是可以幫你清潔到之外呢 也都會更加更加更加 但是這個呢 也可以說 你真的敏感緊才會用 因為如果不是呢 香港的天氣呢 如果你不 不用一些起泡 少許起泡 或者是 一些 再乾淨一點的產品 就會比較容易生粒粒的 好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呢 乾淨已經越來越暗了 因為外面已經沒有光了 那我都快點說完 對了 剛剛說到呢 就說 究竟敏感的時候 所以不需要做面膜呢 如果你選擇適合的護膚 其實你可以不用做的 但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做這個面膜 去幫助你 再補水一點 但是我們應該都要用一些 是很簡單的成份的面膜 就已經夠了 那如果你說外面的paper mask 我真的不是太建議做的 因為 除非你找到一個很天然 但是紙面膜呢 真的很難找到一個 不天然得來又有效 那不如你自己做一個DIY的面膜 就像我剛剛那條 新鮮滾熱的那一條片 就跟大家說了 我怎樣做DIY面膜 我們有時間都可以看一下 或者呢 如果你不想那麼麻煩 那你可以用 Hilonia的這個cream mask 那這個其實 很久我已經介紹過它了 但是我一直都會繼續說 因為它是簡單 因為它是簡單 它如果在我沒有敏感的時候 我就很少做它的 因為呢 它是真的只保水 也不會說真的 很 很立刻 看到很水暖 或者它的效果極好 因為我自己現在 就會去混合一些DIY 可能加不同的油 或者精華 反而呢 我那個一出來的效果 是可以耐用整個 星期的 就是 at least 真的是4-5天 我都還能看到那個效果 那我說這個cream mask 就是一個很簡單 有綠茶的extract 那它主要都是幫助補水的 那所以如果敏感的時候 可以用這些簡單一點的面膜 那呢 也都想說起來了 因為每一次呢 講這些cream mask的時候呢 我都想告訴大家 那個用法呢 都有影響到那個效果的 我自己呢 就覺得呢 在一邊洗澡一邊敷的時候呢 其實很薄薄的一層就已經夠了 敷完之後呢 你出來呢 再噴爐迴水 因為你是敏感的 那用爐迴水噴 敏了之後呢 你又再 輕輕按摩它 但是就千萬不要太大力按摩 只不過是把那些水呢 跟那個cream mask呢 好像融在一起的 那就繼續敷一會 又再噴那個動作 讓它吸收多一點 那基本上你那個面膜呢 就可以洗走它了 有客人呢都試過把它 當一個sleeping mask 那他就覺得效果呢 就沒有這個那麼好的 因為 alum sleeping mask呢 是可以 但是 你敏感的時候呢 如果你是 over the night 這樣去 敷著這個面膜的話呢 因為它的成分 始終是 一些面膜的成分 那它不是給你整晚的話呢 我覺得 如果你不敏感皮膚就OK啦 如果你敏感 我也是建議你真的洗掉它 那你就試一下 剛才說過一邊洗澡的用法 那就應該會再穩陣些 好了 我想今天段影片呢 真的 燈光很奇怪的 由早上變到晚上 那下次呢 我會盡量把那個光 控制得好一點的啦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去到這裡啦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 幫到大家的話呢 就給個like我啦 或者幫我share啦 那有什麼問題呢 就Facebook 或者IG 都可以問到我的 OK 遲些再見 bye